金钟58节目类奖项与20日揭晓 其中主持人曾国成获得意志与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立刻引起我们的热议 金钟奖自2017年开始设立意志及实境节目 以及意志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曾国成这7年来都入围并三次拿下该奖项 成为战绩最强主持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入围的其他节目 都有多人担任主持群 只有曾国成的一字千金 是由他一个人主持 因此被网友形容是一个人干掉一票人 不过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一支节目跟实境节目的奖项要合在一起 因为出外景拍摄很辛苦 结果获奖的却是棚内节目 两者性质也差很多 另一票网友则认为再细分下去 颁奖典底恐怕耗费很长时间 而且实境节目是这几年流行起来才开始变多 难道之后退流行了又要取消奖项吗 话题先起两派网友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